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永远在路上 当今世界正面临新的百年变局 肆虐的新冠疫情 延宕的俄乌冲突 孔照的冷战阴霾都要求我们回答 这个世界向何处去 我们应当携手建设一个 命运与共安全共享的世界 一个互联互通开放发展的世界 一个多元包容携手进步的世界 一个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或个人掉队的世界 一个充满各种可能和美好希望的世界 建设这样的世界 是中美两国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 是中美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事迹之问 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都赞同 中美要相互尊重 合并共处 避免对抗 拜登总统也多次重申 不寻求打新冷战 不支持台独等 四部亦无意的重要承诺 但现实是 中美关系仍然没有走出 美国上届政府制造的困境 甚至还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 中美关系的历史叙事被人为的歪曲 发展方向面临被进一步引向歧途的威胁 中美关系不能再恶化下去了 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抉择 要端正战略认知 并起冷战思维 当前中美关系的氛围很不正常 美方的极度焦虑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 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美国如果一定要把中国当成威胁甚至敌人 最终将导致预言的自我实现 给两国和人类带来灾难 要巩固政治基础 妥善管控分歧 中美从接触第一天起就知道 是在和一个与自己制度不同的国家打交道 这并没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开展合作 也不应该成为未来中美对立对抗的理由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能开历史倒车 如果不断开历史倒车的话 就是从根本上破坏台海的和平 最终必将殃及自身 要跳出竞争逻辑 增进交流合作 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一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致力于与各国共同发展繁荣的中国 与一个期待重建美好未来的美国 可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进而争取实现 合作共赢 美国如果一味以大国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 以你输我赢作为政策目标 只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对抗冲突 将世界推向分裂动荡 各位朋友 各位嘉宾 金西克博士曾说要有外交哲学 而不是仅仅把外交当成行政事务 深处动荡变革的时代 人类需要合并共处 合作共赢的外交新哲学 希望今天在座的美国有识之士 不再犹豫 行动起来 期待所有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各界人士 不再沉默 积极发声 不但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 不但为两国关系 两国人民带来新希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